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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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啊 小火最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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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哥哥帅又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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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就旁言 今年23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民航机场的女友 值得你们拥有 谢谢 好 好 那先来看一下姑娘的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这你看呢 我十三号的杨杨 就那个短片剪后那个结束那一刻 他不是说看鬼片吗 如果要是说 呃 胆小的话你可以陪他一起看对吧 啊 对 你最后那一个动作拍下狗呢 是什么意思 呃 是表现出那个你胆子特别小 然后我保护你那种保护的欲望吗 你就对一件拍下狗就是说明是对一件 那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用那个动作更能来彰显出我那个 你胆子小 然后我保护你 并不是说指那个狗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这个想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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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懂了 十两号 马哥 那个你刚才说 就搂对象 你搂我的话 你啥感觉呢 我这么高 你主动主动球楼是吗 那个就是用特别俗气的一句话来讲 就是小马拉大车吗 咋能是小马拉大车吗 你长得那么高 我长得这么矮 你光一条腿就一米一 就还差多点就跟我身高一样高了 你那不根本就是这个我举的例子就很很贴切吗 那你意思 你那意思就是超复合了呗 那倒也不是 那倒也不是 那你看江八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够到的 你够不着我够你呗 你笨呐 你要这么说我就得送你一个送你屏幕666 你啥工作那挺快乐呀 来 班号 赵宇 那个 你在收费站碰着 男的占你便宜怎么办呢 呃 其实这个呀 一般情况下 可能是说半年才会有一次到两次的这样 不是说所有的旅客都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 而且比如说真的我遇到这样的男的了 呃 比如说要我微信号啊 电话号啊 或者摸我手啊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的话 我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很委婉地拒绝 我跟你们讲一下 我们俩之间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旅客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不管怎么样 先生 摸一下 我不知道他就摸我一下手 他能得到多么大的便宜 然后我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 然后就就就算了 你就是工作的情况下 你跟他说都要很客气 如果你实际上你内心是怎么想回复他的 我踢死你了 我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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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了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那个 就过个收费站也一定要占点便宜什么的 就是说半年的时间 会有一个两个就是个别的是这样的 他可能是觉得我分析他什么样的心里 他可能觉得就是那个 你看啊 我就立走一步我就要给你钱 那我不能白走啊 是不是摸一下啊 是不是 我就得个便宜啊 我觉得他是这样想 你还能挺能站在人家的位置上 你还能替他考虑呢 那你看呢 他要过去摸你一下干啥呀 那我估计他就是这样想的 来8号赵宇佳接着问 那他摸你一下子 你就最后违反拒绝了也不行了 那他也摸着你了 我就受不了 因为我小心眼儿 我受不了我别人摸我女朋友时候 那你行你上啊 我告诉你你去追他呀 你熟着他呀 我告诉你说白话你碾他呀 你还是不行 你不警察吗 你跑啊 好 好 好 因为身为执法者 违法才避久呢 你说他摸我女朋友手 如果我正常人 我可以说 我不说追他 我就揍他 能怎么来呢 但是 我不能执法犯法呀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工作 可能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你看他还是很聪明的 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化解了 如果说我回家的时候 我女朋友跟我说 今天上班 一个男的摸我手 我能气死 我上班的时候你没留意到吗 你还是不细心 你说的这么多 我觉得都是借口 你没看到我戴了个手套吗 戴手套也不行啊 那手套才多宝啊 那你就不能花钱给我买副棉的哦 关键电视 你选的12号 我给你买棉的 你要我 他小心眼儿在这个摸手 他还小心眼儿在 把缘分电视送给12号呢 好 再来看姑娘的第二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的家里呢 有爸爸妈妈还有我 妈妈呢 是一个权利的太太 爸爸呢 是一个艺术老师 爸爸呢特别能吹 只要是吹的乐器呢 他全都灰 在我们家对于我找的一项呢 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那就是 一定要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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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呢 出的那个对象呢 我爸就是向他长得丑了 对不 爸 对 丑着 所以说啊 在他找的这个对象呢 绝对还是不可以顺 像什么国二代呀 富二代呀 这些呀 就更不是我的菜了 我希望我姑娘能找一个素数大一点 你能抱我一点 你能抱我一点 那十字一里都可以 14号 黄胖 那女 你说一定要丑的 我在男神的位置 我不能留着 留下好像 把我自己给毁了吗 这么帅 这个丑吧 我觉得你好像有偏见 我所谓的丑 不是说 特别丑丑八怪的那种丑 你接受不了下的那种丑 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心目中 他丑的特别 丑的特殊 就是像孙雷那种的 让我觉得爷们儿一点 你别就是说 咱俩要是说处去干啥 他得我保护你 就是这种的 就是 丑的感情利索的这种感觉 你今天对于丑这个解释 可真是完全不一样 丑的感情利索 丑的得劲 丑的舒服 就是我不想找那种 特别精神的 比如说那叫迷行什么 吴玉凡的这种的呀 就这种 这种是绝对不行的 那完了 有很多人都说我长发的时候 像吴玉凡 完了中华梁 林游家都说我 那更不合格了 那行 那要这么说的话 有机会再见吧 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是台下得要个签名了 万一有招一人你火了 你就不认识我呢 那没毛病 可以可以 好好的 自己是乐的 自己在那玩 玩得开 玩得开心 玩得开心 你真是羡慕 嫉妒 恨 因为你没长我这么帅 是 你太帅了 也不知道今天就是 谁给你的自信 你从马来自信 天生独具自信 不用别人给 自己本身就具备着气质 没毛病 巴里夫的战争 永无休止 是 也来三号头哥 我要问一下美女 像你那个说那个丑 我也能理解 她不是丑 是爷们 比如说我 对 这个就叫共眠了 是不是 对 她丑要丑得有样 对 要有形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我 就属于那种 其实我没把头剃了 剃了也是 跟苏黎差不多 很多人都说我 头哥特爷们 那要套用这个标准理论的话 庞岩 你心中最接近你这个 最丑的标准的 应该是12号马迪了 好 你说点获奖感言呢 我不知道老妹 聊不了解我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第二次弄完 做那个6块9视频 然后长存有套房子 全款的就是在那个 铁北刘永路那儿 你所谓那个6块9是不是什么 6块9你买不了 6块9你买不了 6块9你买来上去 买不了上当 你上不了麻将说 你吃不了香港6块9 对 对 你还挺了解 你都能当他们家服务员的 你家以后缺个形态人 啥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整个喇叭 就在那儿喊了什么 买不了4块 买不了放浪他的 来自第二个短片 接下来看第三个短片 回来之后做选择 我姑娘特别孝顺 还赶紧 我跟她爸也出去干活 家里都搭着手 我还做饭 她每月挣的工资 都给我跟她爸买衣服了 买吃肉了 都搭给我们了 我姑娘特别好叫 性格非常外向 跟谁都能来得上 这次希望我姑娘 能够牵手成功 好第三个短片过后 我看到场上2号 3号11号12号 4个小伙子的灯亮着 征求一下意见 2号 没有意见 3号 No problem 5号 11号 没有意见 12号 没有意见 好呦 好呦 盘看到没有 这四个小伙子 都是自认为 丑得很有水平的 是的 达到了丑的境界的 接下来灭掉两盏灯 留下两盏回到现场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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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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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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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两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幸福地牵手成功 五秒钟倒数计时 听听自己心里的想法 好吧 我觉得选择谁都没有错 我很看好他俩 五秒钟倒数计时来 五四三二一 燕子姐我选择放弃可以吗 对于腿哥 我更多是感觉像是大哥哥一样 说一下就是马迪吧 你是不是有纹身呢 这个燕子姐我不特别接受不了 因为我的上一个男朋友 就是有纹身 然后我妈就是 硬不是不同意 然后就没在一起 我以前不知道你有纹身 真的是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纹身 如果要真因为借这个纹身 我觉得我肯定能说服阿姨 因为这个 那时候年轻时候不懂事吗 十多岁是不是长的 已经十多年了都 我妈妈你是说服不了的 我妈妈她会哭 就是毕不咬地哭你知道吗 洗了 把纹身洗了 那没问题 没问题 我妈真不会说少 我相信我能给你幸福 我也觉得我挺为难的 因为各方面我觉得都还可以 但是我真的不想 就是我们俩感情特别特别好 然后后期到走到婚宴的那一步的时候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导致我们俩分开了 这种痛苦我不想再尝试了 是人嘛 在年少的时候总会做一些 莫名的决定 想没想过马迪 在十年前纹这个身的时候 绝想不到 在十年之后会错过一个女孩 想不到 想到就不会惹了 算一个教训吧 好 谢谢两位